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式这组 继续千唐江上游 新安江形成 拔山涉水长百草 了解世衣传承的新安医学 这是清代家庭年间的 哇 新潮的 深山中的发源地 欣赏惠州代表盆景 游龙梅 它真的是像一个龙在爬一样 品尝深度包袱角 游览西安江山水画廊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 第二百六十八集 新安江盘古运城 正在播出 盘古开天日月如花绽放 多少次轮回 难舍大地情深 几万里坎坷 须及向前力量 我看见 我听见黄河抱着中原激荡 新天又看见黄河 新天又看醉仙逐燕花 新天又看醉仙逐燕花 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我走过多少地方 我走过多少地方 每朵浪花都是梦想飞扬 离开屯西区 我们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式之组 继续在前塘江上游 新安江的形成 沿着新安江继续向东北方向 行驶二十多公里 我们来到了涉县 新安江自西向东 横穿涉县 流域面积达到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 江水源源不绝 在涉县境内奔腾了五十四公里之后 在街口流入浙江省 最终成为前塘江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我们江河万里形摄制组 现在来到了涉县的浦口村 我身后的这条河流呢 就是新安江的支流 炼江 它就在这里汇入了新安江 这是有了像炼江这样几百条支流 源源不断的汇入新安江 才使得新安江的江面越来越宽阔 在安徽终于要发展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我们听说在当地有一位新安医学的后人 我们今天就跟随着他一起去了解一下 涉县在古代宇兄明县 淳安县 济西县等五县统称为新安郡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发展 再加上新安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药材资源 新安医学在这里发展迅速 仅实际记载的新安明医就有八百多位 由北画图南新安之称 为了更深入了解新安医学 我们来到紫禁山脚下 与之前约好的李廷再次见面 刘老师你好 你好 久等了久等了 我们听说您今天是要采这个草药是吗 是啊 我今天准备来采这一片印山红 印山红 对 我们刚才一路走来的时候 曼山边也都是印山红 对这个印山红在我们这一边 瓦南这一边是很多的一位 一位重要 这一片伸展也 这个时候也比较茂盛 比较好 今年52岁的李廷 是定谈张一帖医药士家的第15大传人 他告诉我们 新安医学门来很多 张一帖主要治疗 急性热病和内科的疑难杂症 而保证疗教的重要一点就是采摘印记的天然中药材 采这个印山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这个我们采入药的印山红就是把整个花朵采下来 就是整个花朵采下来 整个花朵采下来 在这个季节这个印山红的草药是最多的了 满圈都是 这个是最佳时期 像今天天气也很好 如果下雨这个花以后一两天以后它就别掉了 一年中也只有这个时候采摘 就这个时候 大概能多长时间呢 时间大概在十天左右 印山红是杜鹃花的一种 在西安江流域比较常见 我们远方的家设置所 一路上也曾看到过很多种类的杜鹃花 这里的印山红属于春卷 因为颜色鲜红而得名 每到四月份 漫山遍野的印山红竟将开放 在轻松绿熟的尘头下 更加鲜艳似火 成为了这里的一大风景 梨庭告诉我们 印山红有和血 止痛和驱风的药用价值 跟叶花都能入药 花瓣更是可以直接食用 它和血 和气的和血 和血调精主要注意 把花蕊要发亮 花蕊为什么要去 花蕊吃下去以后对肠味道不太好 会伤味是吗 对 它如果这个花蕊拿来熬药比较紧 吃的话一个口感不好 第二个吃到胃里对肠味道不好 有点那种酸味 对 感觉像苹果还没熟青苹果的那种酸 对对对 对吗 对就是这种酸 这应该也不能吃多吧 这个一般我们要求人家吃这个一次在十多到十五多之间 吃多了会怎么样 吃多了有的人就会痰鼻血 会流鼻血 它有和血的作用 除了和血 平常用三十到四十克硬山红煮水喝 还可以治疗咳嗽痰多 常吃硬山红对女性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但是李婷特别提醒我们 一般入药的杜鹃花都是硬山红 黄色和白色的杜鹃花会引起中毒反应 绝对不可以直接使用 除这个硬山红在这片山上 还能看到什么其他的草药吗 我们这里基本白草都是入药的 你看像这种类似于像这一种的 这是绝菜来的 这个绝菜上面那个嫩的就可以拿来饮用 炒菜吃 也能入药 它有这个土豆用药吗 入肠筋的 它会润肠排便 真的是像你们懂的内行的人 在山上走一圈发现到处都是草药 我们这边本来草药就很多 而且疗效非常好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没有好的药材配合 也是没有用的 那是新安也出不了这么多名义 晚南山区中药材种类多达三千五百多种 蕴含量居华东地区的首位 尤其是我们设置组之前探员到过的六谷间地区 国家级珍贵名贵药材就有十七种 被称为黄山药材的大官员 离庭告诉我们 草药因属性不同 分布也不相同 像硬山红这种花草类药材 多分布于向阳的山坡 而另一些喜好湿润环境的草药 就要到水边去寻找 这一片是胡耳草 胡耳草 胡耳草 你看它这个上面还有绒毛呢 对啊 它有点像老虎的耳朵 它主要对中耳炎 耳道发炎 有灌有弄 对绿绒杆菌有抑制的作用 所以我们采仙草 把它砸碎 然后用它的汁 再弄点冰片 把它灌到耳朵里 涂到耳朵里 涂到耳朵里就好了 疗效非常好的 胡耳草叶片圆润 在水边十分常见 听李廷介绍 胡耳草味道微微有些苦 如果牙龈红肿 或者牙齿疼痛 取一两胡耳草煮水喝 可以很快消炎止痛 当地区民常用这些草药 治疗一些简单的病痛 哇 这个瀑布好大啊 这个是羊子河 羊子河的源头 羊子河的源头 羊子河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河头 然后它坠入清安江 也是西安江的一条支流 也是支流 哇 现在让我特别感慨的是 我发现西安江的这些源头 都是特别的大 这么高的瀑布 很多地方就是都有这种瀑布 因为连日降雨 羊子河源头水流非常汹流 泉水从山溅中一出 形成一道长三十多米 宽两三米的巨连 山谷中水花四溅 花草相应成续 虽然不如源头瀑布的细势瀑布 却多了几分小巧精致的味道 穿星于绿树丛林中 黎平一边给我们介绍百草的知识 手中一边不停采药 不一会儿功夫 腰筋的筐已经快满了 但是这个药材它总离不开水分 因为我们这里离水边 我们这里新安江的水源通乎 它每天晨起的时候 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 它就会升起许多的水物 水蒸气雾气自然散发上去 这个好雨润物细物生 这个朦朦细雨滋润地山上这一天之杯 所以说这个草药也更好了 草药展示就好 它的药用价值就有效就更高 丰富的植物涵阳水源 清澈的江水又滋润白草 这也是新安江流域与生俱来的优势 采完草药 我们跟随李挺回到他定潭的家中 定潭村是一个传统的辉州古村落 张一帖是一家族 已经在这里传承了460多年 这是我爱的 你好你好 老师你好你好 平常您在家是做些什么呢 他在家我采药回来 它清洗加工烘干 所以说采完药回来之后 这个后续制作药是您来做是不是 那今天我们采了这一筐药回来的话 需要怎么做呢 有什么步骤 洗洗 然后把它切碎 然后天气不好就把它烘干 吴美英今年46岁 是深度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 从结婚开始 她就跟着婆婆张顺华学习医药知识 至今已有20多年 平时丈夫看病问诊 她就负责中药的制作 为了保证药效 对于一些需要烘干的药材 他们还在坚持使用木炭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挺费事的 而且它的效率应该也不是很高 那现在我觉得科技这么发达了 为什么不用一些先进的工具呢 传统的这种烘烤的方法 保护药的内在一些内置的东西 我认为比较好一些 现代工具 比如说像电磁炉这一类 它改变铁分子运动的时候 它有可能改变某些药物的药性 我们这个传统的木炭烘制的 这种烘干药材的这种方法 是不会伤到它的内部的一些 真正药用的东西 不会受到影响的 相传 定谈张一贴的名字 来源于明代的张手仁 他医术精湛 善于治疗内科的疑难杂症 往往一贴药就有奇效 从古至今 从晚浙干各地 到定谈求医的人非常多 敢定谈的佳话 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李廷从晚南医学院毕业后 就继承了家学 因为祖辈行医 家中更留下了很多过去的制药工具 李老师拿出来了 这些制药的一些老物件 这些老物件现在还在用吗 用了 那分别都是干什么的呢 分别 你看像这个 我们对一些中药 一些像虎帕这一类的药 要把它碾碎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生成 是碾膜的一个工具 就是碾膜的工具 这是清代嘉靖年间的 清朝的 一直保留到现在 一直保留到现在 像这个就 平时用的就少了 这是明代的一个制药的 比较硬一点的硬物 我们拿一下 像这种鬼 这么把它 清代的药碾子 明代的导药器 这些保存下来的老物件 都见证着明清两代 新安医学的繁盛 灰山灰瓣的兴起 促进了经济发展 在新安江流域 出现了很多 以新安命名的文化艺术流派 新安理学和新安化派 在当时有很深的影响 新安医学 更是一度达到了鼎盛 而在之后的一百年传承中 新安医学的发展 也从未出现断代 这个是铜药筛子 铜药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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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 做好的药 在这个里面捣碎以后 然后倒到筛里面 过这个很细的筛子 是过滤用的是吧 过筛子 把粗的就留在上面 细的就下来了 它这个是铜制的 这个全铜制的 包括这个筛片 这个筛片是很细的 这还有字 铜药筛 对 上海产的 上海产的 什么时候的工具 民国时期的 而且它这个药筛 设计的特别好 你看 不用的时候 为了防止一些 这个脏东西 或者一些虫去爬 它还用这个盖子 把它盖上 你看 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现在就非常好的 李廷告诉我们 新安医学 重视传统中的家族链条 张一帖 更是涉嫌定谈 有名的医药史家 李廷的父亲 李继人和母亲张顺华 都是著名的国医大师 子女五人 有四个都在医药界 有很高的成就 为了继续传承 家学张一帖 李廷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回到了家乡 因为张一帖 一定得在我们 这个主级这个地方 把它生根发扬 发展下去 我还要求 我的子女 一定要从事 来接过我这个接力吧 要把张一帖 继续传承发扬 李廷家中一儿一女 大女儿在五湖医学院 攻读中医药方面的研究生 儿子纪念13岁 正在深度中学读书 因为自小耳濡目染 对祖传的家学 也非常感兴趣 有没有想过 如果儿子到时候 有别的意愿了 怎么办 我想如果看到我们这样做 然后看到我们做出的 这些成绩 我相信我们这个行业 比其他行业更有吸引力 他不会去做其他事情 我们这里有独特的 有心安将培育出这么多的 中草药优质的 对吧 加上我们的一些家学 传给他 他应该做的是比较好的 他没有理由去选择其他的方向 是 所以说您对儿子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还是有信心的 从李廷的话中 我们能时刻感受到 他对于祖传家具的自豪和骄傲 家族的使命感 让他坚持把张仪贴传承下去 正是这些医学世家的坚守 心安医学 这颗文化明珠 才能够持续绽放光芒 探访麦花女村 了解红氏从仙与梅花的故事 欣赏灰派盆景 挑选上等游龙梅 他真的是像一个龙在爬一样 远风的家江河万里行 第268集 心安江谈 古运长 正在播出 离开定潭村 我们试制组驱车前往 浦口南麦花渔村 听说那里是灰派盆景的发源地 村民世代以麦花为生 在山路上行驶了二十多分钟 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与苏派 川派 南派盆景的 发源中心不同 麦花渔村 并不是一个高度繁华的城镇 而是处在深山里 山外渐江溪流至浦口 又向东汇城西南江 使麦花渔村 周围三面山都在江水环保之中 从山顶远看 村落外景像一条 游异于深山中的大鱼 麦花渔村也由此得名 我们从山路一路上来 发现这个路两旁都是这些 用木栅栏围成了院子 里面有很多的这些 花草树木的盆景盆栽 在当地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些 就是新发展的产业园 这些栅栏呢 也就是为了防护和景观 红定永是灰派盆景的省级传承人 在村中栽种盆景已经有37年了 他告诉我们 麦花渔村的盆景中 最常见的就是灰梅盆景 全村200多个人家 几乎家家都有 其中造型最奇特 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祖传的游龙梅 游龙就是像一个龙在游一样 那哪里是龙头呢 这个煤砖 它根部 这个砖头就叫龙头 所以两边的机条就叫龙头 主干就叫龙生 上面是龙尾 龙尾 真的这样看起来是特别的形象 对 灰派盆景在历史上 曾为全国五大盆景流派之一 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宋朝 距今已有900多年 灰派盆景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造型表示寓意 例如传统的三台式有天地人的内涵 迎客式有功后离让之一 而这种游龙式则是汉民族的象征 也是地位尊贵的一种大标签 它这个弯这个造型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的造型就是从一根鸟开始 我们一年做一个弯两刀弯 就是它比如说刚开始树苗长到这么大的时候 给它绑一下 对 第二年又长高了还要再绑 对 这是通过数年以后定型 再要通过数年 50年再养成这个样子 像这样大小的一株 游龙梅形成需要40年的时间 这需要盆栽艺人有很大的耐心和毅力 梅花喜欢阳光 梅妆形态盘曲古朴 买来后摆放在庭院中比较多 这个游龙梅是怎么来看 它是品相是好还是坏 这个是看它的规则 协调不协调 怎么叫协调呢 下大上小 它就像一个等体型的一样 那它的这个织 它的龙爪有没有什么要求 龙爪就两边 一般的样子带有平衡的 就相对称是最好的是不是 这样才像一对爪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最好看的 你看真的是像一个龙在爬一样 这株游龙梅要卖到一万元左右 品质好的甚至能卖到两三万 梅花娇柔艳丽 树枝苍井临巡 搭配在一起非常特别 也让游龙梅成为灰派盆景中 最受欢迎的种类 听洪定英说 麦花与村栽种盆景的历史 与祖先红氏的迁徙有很大关系 村中共有六百多人 几乎百分之九十都姓洪 那最早的时候这个红氏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我们红氏是从这个荷兰 来繁衍那边过来的 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围观的 因为我们简直实在话 一个土山沟里面 哪有这种美好的盆景呢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到这里定居以后 就是把朝廷的园民带到这个山沟里来 来隐居到这个地方 培养发展下 听洪定英说 洪氏祖先未必战乱迁到这里 最初起名为洪林 还在山上种了成片的梅林 与其他地方的祠堂不同 洪氏祠堂最大的特点 就是每年春节的梅花祭祖 祖先讲的话 我们是种盆景的 尤其是梅花是我们的代表 所以说由于我们的祖宗 为我们后代 这个保佑我们后代 我们祭祖就是有这个目的 是我们的盆景的 细细大代这样子 全城下来 走在麦花渔村 处处盆景成园 苗语花香 一条小溪穿梭而过 显得清心而幽静 洪定永告诉我们 为了保护盆栽 卖花渔村的村民 很少养殖 牲畜和家庭 村中还有专门的保洁园 所以环境一直保持的比较好 平常来这里的游客也很多 花村美名不虚传 花木满山又满园 苍老奇特且潇洒 谁人见了不留脸 这也是我的一个感受 来到这个村庄的感受 像游人一样 到了这个地方来 看了这个地方的美景 都不想走 很容易 流连忘返的 流连忘返 尤其是我们的游人到这里来 一个是充足这里的自然景观来 另一个还要充足我们的盆景艺术来 探寻卖花渔村 灰派盆景主要是树桩盆景 除了梅树 还有罗汉松 圆柏 杜鹃等二十多种 但是村民对梅庄仍然情有独钟 村中还有一棵四百年的老梅树 我们听说您家有一个全村最古老的梅树 有 那最大一棵 是您是从山上的梅林里引过来的吗 对 从高山的梅林引过来的 那在您家栽种了有多长时间了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我觉得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 看着这个树 我觉得并没有其他的这些郁郁葱葱的盆景好看 您是怎么看中这棵树的 因为这个树的港生 它比较老气 整个树村看着又粗壮 我们就喜欢梅花就扒得很早见 那这棵梅树 如果要长到它最漂亮的时候 还有多少年 那只在十几年就可以长到很漂亮 还得要十几年 灰派树桩盆景周西城 耗费精力大 有的盆景甚至需要几代人共同打理 所以在当地也流传着 爷爷栽树 孙儿脉的说法 红栗成今年四十八岁 七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盆景 在广东制作盆景十六年后 他又回到了家乡 那在外面打工 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回来主要是说自己搞一个盆景园 这样做好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个盆景 老爸买了很多这个树苗 种在家里面 然后来做盆景 我说把自己做 自己玩 自己看 家里像一个花园一样的盆景 还种一种草本花 我都卖了 肯定自己 好像在仙境里面过去 好像比较舒服 因为盆栽的日常打理 身边离不开人 再加上对于祖传记忆的难以割手 卖花鱼村的村民 很少出去打工 年轻人也都是留在村里 传承家传授意 洪定勇告诉我们 他家的盆栽园 已经基本由儿子浑沉在打理 这是一个什么树啊 这是罗汉松 罗汉松 您现在是在给他做一个造型 造型 为什么把它这样缠起来 是定型 缠起来定型 对 现在大家都用雨线 它的好度就是 柔韧性比较好 过去 卖花鱼村的祖先 用棕毛和棕榈叶来固定枝条 现在新式工具越来越多 也让制作盆景变得更加便利 你看看 还有这样的工具 这是挖这个巴子 这是挖什么的 有东西就凸出来的 就是剪着它剪不到的地方 一定要让它的表面要光滑 平整 有一句是说密合 那是一个方面 它宁可来记住 我们的锯子它是平的 我们必须来向它 把它调整得像自然的一点的 对 如果是 如果是 坑洞洞洞洞洞的 那就显得一顿古老 我明白了 如果像锯子聚下来之后 它这个表面是特别的平 对 就有点突兀了显得 是不是 红尘告诉我们 作为年轻一大的盆景仪人 他除了继承祖传的记忆 更适应现在的流行趋势 开始做一些小巧精致的盆景 不仅如此 他还在网上建立了盆景售卖的网站 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售卖方式 现在一直听着你这个 所以说一直在想 不断的有人在说话 是的 特别平业多 全是盆景的一个交友群 然后讨论群 平常都会讨论一些什么 一般讨论一些盆景的价格 然后怎么养布 怎么收肥 这比较关键的 过去麦花宇村身处深山 老一辈售买盆景 都是尖挑手台沿街交卖 现在改用网络售买 红尘的盆景最远能卖到 黑龙江 新疆 城地 销售量已比之前翻了四五倍 那现在一年的收入没有多少 现在收入就是 按总体销量的话 包括我介绍的应该 这三百万左右 一年有三百万的收入 对 这个收入可是不小 对 个人变成会小一点 基本上就是把人家介绍 然后这样子推销 这个不光是卖民一家的盆景 对 我们有的 我要推荐给别人 就是其他家 都是自己成立人 都应该这样做的 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老一辈的卖花与村人 在这里传承祖传的盆景记忆 而运用现代化的销售手段 年轻一代更是把灰牌盆景 推向了全国各地 立足家乡 给了他们传承记忆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品尝深度包袱角 了解西域的新安江第一码头 我说没想到 这一个小小的角子 有这么多的说法 对对 偶遇打捞队 清兴新安江 包含多少赤子� 您二位现在都成为了 新安江的一个守护者了 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行 第268集 新安江盘 古运城 正在播出 新安江风光秀丽 有其山易水 天下独绝的美城 尤其是从 涉险雄村起始的 新安江山水画廊 更是被语为 黄山岛青岛湖 黄金旅游线上 一颗璀璨明珠 我们试制组 来到涉险的深度镇 准备从这里登船 游览山水画廊的风光 在上船之前 向导汪君 一定要带我们去上一碗 当地的包袱角 老娘们好 您这个就是这个吗 这个深度包袱角 包袱角 这是馄饨 那边是馄饨 这个包袱角 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吃 特色的小吃 你看它这个形状 是特别的有意思 对 它这个有寓意的 这个深度包袱角 你看到它这个外观的话 看得是不是像个圆宝 是 是吧 它像个圆宝 而且它这个皮是挺薄的 挺薄的 好多层是吗 挺薄的 它不是 它是原来是一个方方的 一个一块皮 我一定要给你带小匙 与我们常见的圆形饺子皮不同 深度包袱角的皮是正方形的 只见老板娘姚春海 将饺子皮对折两下 两头一沾 一个包袱角就完成了 王军告诉我们 包袱角因为形似 灰州商人出门远行时 带着包袱而得迷 至今已经理经了几百年 现在的深度包袱角 已经成为了当地人 餐桌上的常见食品 那您做这个包袱角有多长时间了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是不是在当地家家户户 都会做这个包袱角 包袱角家家户户户都会做 人家家里要吃了 这是卖的东西来就少了 曾经小的时候吃这个包袱角 它就是这样 就是包袱角 就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这样的 之前几全下来的嘛 深度包袱角的有名对吧 好那能给我下一碗尝一尝吧 那可以啊 向导汪君是土生土长的涉嫌人 他告诉我们 过去每个地方的商帮 都有属于自己的商道水路 伸住码头 它不仅是挥伤李家的最后渡口 也是他们荣归故里的凯旋门 起航和返航时 吃上一碗包袱角 是这里的特色 煮好的包袱角皮薄馅厚 在汤汁的浸润下显得更加晶莹剔头 这馅是韭菜鸡蛋 它有点肉 对 其实吃起来的口感说实话 和普通的饺子 大部分是相似的 只是它稍微没有饺子皮那么厚 显得稍微软一些 对对对 味道的话感觉到就更加 更加入味了 更加入味了 对对 汪君告诉我们 包袱角的馅料种类很多 各家都有不同 可以根据食客个人的口味 一看这包袱角个头不大 寓意可不少 在我们这的话呢 有一个讲的话 就是前世不休 生在晖州 十三四岁往外丢 那十三四岁到外面去干什么 做生意 做生意不能做不好 要当学徒要学好 要学有所成 那这就是这样 一个是看 要像个圆宝一样的 要挣钱 第二个的话像光帽一样的 还要怎么呢 能够以后 人有报复 报复以后 你挣了钱以后 还要读书 读书以后要出关 所以有这样的意义 都在这里 深渡镇自古就有 九省通渠之城 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 灰商跨着包袱 从这里上传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这个晖州重镇的昔日样貌 但是流传至今的包袱角 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让我们对灰州历史 更多了一份味觉记忆 吃完包袱角 我们跟随汪军来到深渡港 这里也是支流昌原河 汇入新安匠的地方 以前的话 这就是我们这个灰山出去的 重要的码头 也就是以前这个 我们灰州府的人 他们送这个家人 要到这个外面去做生意 这是送别的最后一站 再下去的话 要想回来 水路就不太方便了 而且很多的深潭前潭 那这个深渡港 为什么要在这个面 在这里 这里正好的话 是一个两江汇聚的地方 这边的话 上来的就是这个新安江 新安江 新安江到这里以后 与这边的这个昌原河 昌原河的话 两个汇聚在这 从这里一直这样往下走 到这个新安江 到富村江 深渡码头是古辉州 通往浙江的水上咽喉 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过去这里商船云起 有新安江上第一码头之城 现在的深渡码头 除了是新安江山水画廊的旅游码头 每天还要往返于周边村庄 和青岛湖的客运船 非常热闹 这个两江交汇处的景观 非常的奇特 你刚才说新安江 是从这边流过来 好像是转了一个 近乎于360度的急湾 对 这就是好像 这个江水在这掉了个头 这个湾是最急的 就是被誉为 是新安江上第一急湾 在古时候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你像我们现在 这个水面比较深了 水比较深 以前的话 它比较浅 这个急湾也和水流也比较急 水流也是很急 也很急 因为这个新安江 原来是叫深潭于浅潭 万转出新安 你看这个万转 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在这里万转 过去的新安江水流湍急 急湾百转千回 尤其从豚西之富春江 抵杭州这一段 水路不过600里 河床的落差 竟有100里 险滩多达70多个 直到下游 新安江水库的建成 新安江的水面 才如此宽阔平静 我觉得传行这个新安江上 最美的是它 山和水的一个结合 对 你还要更感觉到 这个美在哪里呢 新安江边上的这种民居 点缀其间的 这个白墙青瓦 灰派的建筑 灰派建筑 在这个青桑绿水之中 那是非常的美 所以以前这个新安画派 它就是以这为蓝本 它取景是在哪里取的 它就是在这个整个都市井 那整个新安江沿途的话 有很多的这个 深潭浅汤 还有人家 还有这些村落 那这一些的话 就构成了一幅一幅的 这个美景 新安江山水画廊长百里 一年四季景色各异 听汪君说 最美的季节要数春秋两季 春天金黄的油菜花漫山遍叶 粉墙带瓦的灰州古村落 掩映其间 犹如一幅静谧的山水画卷 到了秋季 山上成片的枇杷林 果实成熟 黄灯灯的一片 又为新安江增添了几分 活力之美 老师您从小也是在这个 新安江边上长大 对 我就是这个新安江的 上游的支流 所以这个对新安江的话 是很有感情 因为新安江是我们 灰州人的抹青河 更是我们灰州文明的月亮河 它一头是西湖 一头是环山 谈起心中的抹青河 汪君非常自豪 更提出 用涉嫌方言 为我们唱一首当地名歌 民歌传统的曲调 婉转悠扬 而汪君的歌声中 更多了几分慷慨激昂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当地人对新安江的深情 新安江从古至今都流淌在 灰州人的生命中 这条曾经的水路要道 承载着当地人求学行上的梦想 更成为了所有灰州人梦中 挥之不去的一份相情 听懂没有 这就是灰州方言 刚才您说是赞美新安江的歌 本以为是特别的舒缓 我想像是这么的慷慨激昂 行船在江上 不远处一艘造型特别的船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王军告诉我们 这是专门在新安江上打捞垃圾的 我刚刚看到在前面 好像跟一个铲车是一样的 是吗 对对 它这是翻卷式的 滚卷式的 就是这个船行在江上 就能把垃圾折进来 一边就可以自动的把垃圾的话 那这个后面像一个收割机一样 这是干什么的 后面是那个出垃圾的 就是他 垃圾大家收割满了 满了以后他就从后面的话 往后面走出去 这个我们全部三个专门就要做专门 然后后面就 装满了之后靠岸 然后就把垃圾就认出去 对对对 吴立兰今年48岁 从事西安江打捞工作 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他告诉我们 西安江安徽段流域 总共有12只这样的打捞队 大小打捞船共24艘 像这样的机械打捞船 平常配备两个打捞人员 一天要来回跑上100公里的水路 尤其是他们负责的坑口 到正口这段水域 打捞工作非常重要 我们做的 沿着的这个都是上水花廊 在我们都是上游 这个留下来的垃圾 可能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都要给它清理 就让这垃圾不留到下游 对对 尽量的不能给它留下去 也在下面 下面也是要做得很辛苦的 再加上这里 是不是游客来的是最多的 对对 我们像前几天 都是游彩花的季节 那游客特别的多 好多好多的 就是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 游客的心里也觉得舒服 对的美好的一面 跟游客的去 听汪君介绍 为了保护新安江的水质 黄山市还在新安江主干流边的 73个村子 建造生态污水处理站 防止农村生活污水流入江中 吴立兰从18岁就开始 在江上开运沙船 2011年妈沙船被取缔后 她就改行做江上打捞 除了这个取缔这个采沙船 我们这里原来还有碗香养鱼 现在也把它去 也没有了 去取缔掉了 所以这样子这帮人的话都要改行了 干其他的事了 所以他这个改行 包括他的老公 您老公现在是做什么呢 我老公现在在腾气 也是开在春宝局里面 不知道买了个快艇吧 他们去开快艇 开快艇是负责一些什么工作 负责水上巡逻 水上巡逻 也都是保护我们这个新安江 所以说您二位现在都成为了新安江的一个守护者了 对吧 现在新安江的水质 常年保持在二类水以上 因为新安江是浙江省最大的入境河流 下游地区 还会在每年水质达标后 为安徽省补偿一亿元资金 这种上游保护 下游支持的补偿机制 也使得一江清水可以源源不断 在我们脚下流淌的是新安江最后的一段流域 之后他将要在街口镇流入千岛湖 最终会入千岛湖 我们此次新安江之行 在这里将要告一段落 生活在新安江两岸的人们是幸运 水的滋润 山的诱惑 新安江像母亲一样 世代不一样 同时 他们在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 江河的重要性 从源头开始 保护水 重视水 河里利用水 不仅表达了对于这条母亲河的感恩之情 也为了更好地照顾于下游的兄弟姐妹 清澈的新安江水 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 我叫吴丽兰 我现在在从事水上捣捞工作 我身里有个愿望 让我妈妈身体快点好起来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之日子 来到浙江省开发县 享受大自然的贵赠 品尝前堂江源头青丝的美味 沙中酒 看村规女约如何保护生态家园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第269集 一江清水初开放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